你拜登希望在下台之前 是一個正面的政治遺產 或者是給烏克蘭一個 化好一個和平的 一個基本的框架 可是會不會反而適得其反 這個我覺得 現在的拜登政府 跟他的國安團隊 恐怕要比較審慎的思考 我有種膽小鬼遊戲的感覺 可是這個膽小鬼 就是很危險 因為如果從歷史來看 我想老師也非常熟悉 你看一戰二戰 都是在雙方不斷的嗆聲 跟升級當中 然後登級當中上去了 然後不斷上去 然後上去之後盟友就拉進來 拉進來就繼續打 對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說 要把全盟拉起來也比較難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 世界各大國都在忍耐 歐盟的狀況看起來是分歧的 非常分歧 但是你講了一個 對對不起打個錯 我覺得確實是Chicken Game 就是我拜登現在就在 Chicken Game告訴你 我就是要進行 可是Chicken Game 一個很大的狀況就是 人家車子也開過來要撞你 所以我才說 你不知道普丁他的盤算 到底會不會最後忍耐不住 那個Chicken Game 最後真的不小心 最後本來是要用Chicken Game 去逼使對方轉彎 可是最後變成一個對撞的狀況 那你只有三十幾天的空間 作為即將卸任的總統 我客觀地講 我覺得 你看民主國家 通常這時候就跟你講說 這個叫做看守政府 對 看守政府 可是看起來 拜登沒有要看守的意思 他想要在川普之前 把這個俄物戰爭的解決 至少是放在自己的手上去完成 Maybe這是他的使命 我們不知道 對 我其實這蠻擔憂 因為我們看到俄羅斯的反應 是蠻劇烈的 是 因為除了剛才我也跟大家報告說 有修改了這個使用的規則之外 來導播幫我們帶一下這個 這個是俄國最新搞出來的 其實這個早就有了啦 只是說他們開始擴大在生產 而且其實最近是加碼生產 然後開始發放手冊 跟已經在演習 這是演習的時鐘 這是演習的畫面吧 這個是什麼 這叫做KUBM防空洞 這是抗核防空洞 因為作為蘇聯的繼承國 俄羅斯它是全世界上 最準備打核戰爭 準備的真正用力 而且是全國貫徹 如果大家有去過這個俄國 旅遊的或者是你有查過資訊的話 你會知道他們的防空洞 他們的那個地鐵都搞得超級無敵深 原因就一個 就是他是真的做好 當時要打核戰的 因為蘇聯沒有跟你玩假的 大家也知道蘇聯是一個很能國家 對 不要因為他解體了 就忘記了他的東西 對 而且 戰鬥民主 開玩笑 其實這一次俄烏戰爭開啟的時候 也是所有人都覺得不會打 對 大概九成的專家 我連我都覺得我真的會打 我承認我們那時候認為不會打 不會打 因為你有任何理智來想 對 這時候打真的有利嗎 對 這理性的判斷 那時候覺得不會打 而且那次是二月份的情況 是 你光季節也不合適 對 你剛去完中國 理論上那個講法也不應該要打 對 真的就打了 真的就打了 對 而且是東奧滿 馬上就季節 東奧滿 就是這個時間點跟那個 跟那個切入的做法都不是我們 都大概超出一般專家的預期 所以我認為俄國的特色一向是如此 他不是很安排理出牌的國家 而且他是強人領導習慣 所以他的這個意志 這就我觀察來 我來再進一步請教老師 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普丁他是KGB出身 KGB的幹員只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你覺得他很鬧 他殺死肉 他像沒有在呼吸像死人一樣 另外一種就砰 就一槍就是要給你死 其實看俄虎就是這樣 要打就給你打用力 只是說因為俄軍太拉垮 所以才導致 2023的哈爾科夫那時候搞的亂七 2022的時候 2022的 但是到2023到2014是 目前我們也知道整個戰場形勢倒過來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拜登也知道現在的整個戰場形勢 不可能靠一兩件軍武 就逆轉這個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 不管是M1 A1 M1 A2 或者是包括爆6 這個爆2 爆3 爆4 爆6 全部都下去了 對 那可是實質上 國戰打到最後就是打總體戰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大吃小的一個遊戲 那再這樣把他往前推的更劇烈 我認為對於哲學技術並沒有很有利 對於烏克蘭的和談其實並沒有很有利 可是 這樣子反而第一個烏克蘭的付出很大 第二個挑戰了伍丁的底線 那第三個是 如果這兩個前面都不能講 那第三個是拜登個人的意志 他想要把他的政治遺產創造出來 沒有錯 那這是一個很風險的事情 還有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現在你看到是這種小規模的 或者是類似這種 所謂戰術核武的這種武器 這種飛彈 用完就沒有了 但是你接下來你看 譬如說 我這邊看到譬如說你還要提供他 他可能要提供他這個 所謂的反步兵地雷 那或者是你剛剛講的這個 爆2爆3爆6等等之類的 我在想另外一種可能性是 拜登急著 要在他卸任之前 確認川普政府上來之後 不會繼續提供給烏克蘭 任何軍事上的支持 武器的增援 就說我先把人給你的一股腦給你 我把人給你的一股腦給你 那但是這風險在哪裡 你不知道責任司機會怎麼用啊 我現在給你這種小型戰術核武 責任司機現在就把它打掉了怎麼辦 我剛剛講為什麼先給你 因為先給你是為了以後 俄烏如果打打談談打打談談 川普沒有辦法有效的 把俄烏戰士完全停止之後 烏克蘭還有 從拜登政府留下來的 相關的資產 就是那60億美元 可以拿來用 不管是60億美元 對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是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個政府 他不知道下一個政府 說川普上來之後 再不管是對台也好 說特別是對烏克蘭 大概就很清楚了 不會再給你東西了 那我現在 既然我是支持你的 既然過去這場戰爭 我是在你這邊 我是不是能在這個期間 把東西都給你 這也是他另外一種遺產的 延續 或許是這樣 只是我還是那句話 你沒辦法控制 澤倫斯基的意志 他什麼時候怎麼使用 那你更不可能去 我完全贊成 你更無法去預判 普丁可能的反應 他不僅是強人政治 他還有帶有 狂人政治的色彩在裡面 所以你真的被逼急了 搞不好 也不等你川普了 就直接給你玩 就給你玩一下 這種真的是局部性的 局部性的這種 這種核武的對抗 那其實 其實 是 難以想像 對 我覺得受傷最大都還是人民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 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 動靈密碼 姐妹們 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 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級刻啟動 動靈密碼 動靈密碼 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